警方重案組探員 星期四到屯門興得學校搜證檢走大批文件 調查學校思源以影之學生片取教育局津貼 以及懷疑偽造文件 而校內消息透露 校長陳章平的電腦主機和伺服器一早已被人拆走了 另外警方亦曾聯絡校長陳章平和校長助理 但未能成功約見 而學校的開學籌備專責委員會星期四繼續會議 全面檢討教師聘請和升職的情況 陳章平因病缺席 校董雷其昌透露 若新老師因為支持學校快速升職 如果有一些太過年輕 比如第二年你給他做一個行政委 這個是好問題 如果我們審試過 表面初步審試過就是 因為他是有些沒有跟隨的程序 如果你是肯定支持學校你升職 將來兩批同事走在一起 很多問題 而教育局早前向陳章平發警告信 多中提出了五個指控 包括未有情報缺貨個案 損害學生就學的權利 和浪費珍貴的學位資源 南岸職權欺壓教師 包括多次不合理地向老師發出口頭警告 違反校長應有的行政專業考慮 包括安排教師前往深圳灣考案 派發宣傳單張和招生 違反教育條例的指示 未得到校董會正式指示下解雇兩名教師 以及向教育局提供虛假資料 作品因為偶打學生而被定罪的人士出入校長助理 導致學校出現嚴重管治問題 為危害學生的利益 I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